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的罪行 备受外界抨击 国际器官移植的权威 西班牙国家器官移植组织的主任 马特桑医生 近日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 国际社会的压力和监督 对于制止中共的违法行为非常必有 马特桑医生领导的西班牙国家器官移植组织 一直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反对非法器官移植 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他们推动了西班牙制定刑事法律 审判那些涉及非法器官移植的参与者 还大力支持欧洲理事会通过的 欧洲反器官贩卖公约 该公约于3月25日 在西班牙的天主教名城圣地亚哥 德空波斯特拉正式启动 供世界各国签署 然而在中国 活在法轮功学员器官是由中共操纵国家机器而进行的 马特森一声建议 国际社会应该对中共施压并进行监督 新唐人记者杨立新 李迪亚西班牙马德里报导